在本次生存中,我变得一无所有,但我可以依靠手中的涨上银行来获得未来的物资,那么是否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下去呢,本期视频点赞过3000,立刻更新下一期。 我已经有这个,已建立零号债务,我现在把这个分级从工作台就可以了,我就不需要再批数了,我可以以借的方式去管他要。 哦,这有铁,刚好,好吧,刚好,我直接做个工作台,然后,啊,他说零号债务还剩余两分钟,我需要在两分钟内还清这个债务, 要不然他又会给我一些负面的buff,各位,然后现在我就得赶紧去还债务了,哇,哦,还剩一分钟,哦,快点,还债,还债,各位,还有9秒,我需要还清这个5个,哦,我现在只强制回收了4个,因为我借了5个,但我没有5个,他就只回收了4个,然后他说我已经逾期了,未还清,然后现在直接就获得了无限期的饥饿效果,各位,那么我来还一下,好吧, 不,捡起来了,哦,捡起来之后他秒回收,我直接挖的就没有了,是吧,不,哦,还清了,现在以还清零号债务,啊,现在我就已经把那个还清了,我的饥饿效果就没有了, 所以说,每一次如果没有还清就会获得负面buff,所以最好还是需要还清一下债务的, 刚刚我也是挖到了铁,我现在只需要挖一个铁,我觉得就够了,各位,我只需要挖一个铁,我觉得就够了, 哦,现在我烧出来了一个铁钉,然后我现在直接借,我要借铁钉,我要借多少个呢,我要借,嗯,我借40个铁钉,好吧,然后,我还是在短期内还完, OK,我现在应该就已经,哦,果然,我现在全是铁钉了,然后现在赶紧就直接就,一套铁套,这不就出来了吗,各位观众朋友们,啊,这一套铁套不就,啊,前面有村庄啊,各位, 我这一套铁套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很容易啊,挖一个铁,我就可以有全身的铁套了,还剩下一分半,完了, 没关系,我先到村庄,先掠夺一波食物,以防之后再挨饿,是不是,大概率应该会给我那个鸡饿小伙, 打,打,OK,杀死了,我现在身上有12个铁,铁钉,12个铁钉,能还清一点点,好吧,还一点是一点, 哦,预期了,鸡饿,果然,我鸡饿了,各位, 我现在有机构情况下,我依然还要再去挖铁吗,我要不彻底不还了吧,算了,这样不好啊,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啊,就是欠了一定需要努力的还啊,不要开摆啊, 挖铁挖铁,挖铁挖铁,挖铁挖铁,铁还是比较好还的,因为世界各处都有铁,铁很容易还的,我不会太慢的, 我刚刚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就是,我以戒还戒啊,就不太好,大家不要学习啊, 但我想尝试一下,看一下,挖的铁呢,在这儿,粗铁,然后烧出来一个,然后我再放这个里面, 看能不能放,感觉大概就是我刚拿出来的秒就被收走了,看一下,会被秒收走吗, 被秒收走啊,各位,秒收走啊,那完了,我还想就是,再去借,然后把这个一号给还清, 然后我再重新设置一个就是长一点时间的债务,就不需要这么着急还的债务, 各位观众,我终于把这个铁的这个给还清了啊,各位, 我终于把铁的这个债务给还清了,太不容易了,我现在终于又可以获得新的铁了, 我的天哪,好多怪物,我我要重新烧一些铁了, 好,重新烧一下铁,这个铁应该就归我了啊,这次的铁应该就归我了, 应该就不会出现刚刚的问题了,首先我先来搭一下地狱门, 我之前有学怎么搭的玉门 先 先 放了方块 它怎么没有 完了方块太少 好这边放一个 然后把这边堵一下 我水呢 不是这样吗 我捅呢 我铁呢 我都没了 我干了什么 这样吧 我直接 我看看能不能我直接 获得一个 我只要能获得一个黑钥匙 各位 我只要能获得一个黑钥匙 我就有无限的黑钥匙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我靠这一个铁 我继续 因为我少了一个桶 我还是需要再来一个桶 再来一个桶 好吧 再来一个桶 OK 终于找到飞气地狱了 火狐三个金靴子 黑钥匙 OK 有黑钥匙就OK了 我有黑钥匙就够了 还有金苹果 可以 还不容易了 我现在总归再也不需要铁了吧 银浆 银浆不要了 走了 真的是 气死了 就不往这个上面找 旁边就是 这个地狱门 各位观众朋友们 地狱门旁边就是这个地狱堡垒 可以啊 猎人 猎人 玩楼被烧了 烧我 可以了 唉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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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丢丢丢,不要打我哈,不要打我,都都都丢了,都丢了,我给你挖下去,等一下,挖挖挖,挖,哎,别,别,别,这都都有金,都有金子,一盒未贵,一盒未贵,别别别,有金子,那么多金子,谁打我,挖,都给你挖下去,打我,挖,哎,别,你跑了,金子,金子在这儿呢,哎,金子,对对对对,进了进了进了,我在挖, 怎么还没出来,哦,哦,有了,有了,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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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要下去剪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先是超级余气啊,现在我是虚弱二,挖掘疲劳,饥饿三,我的天哪,比buff越来越多了,我欠的东西太多了,好,我直接不能,不能试转,我直接,好,我一万年之后再还你64个鸡苹果,OK吧,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炸龙 哦,可以 哦,可以,哦,炸了龙一半血了,龙一半血没了,我的天哪,我没有床了,再来,再来五个床好吧,再来五个床,呃,一万年之后再还你,OK 我现在打他根本就零伤害,一点伤害都没有,我现在虚弱二,我的天哪,根本打不动他,我现在还挖掘疲劳 哦,根本一点伤害都造成不了,太烦了,哦,龙腰下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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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床要没了,我现在虚弱炸床怎么感觉都那么慢,我还要再换一些床,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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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可以,哦,太不容易了,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这附近全都是火, 疯狂炸龙,哦,好多经验,好哎,哦,可以的,好,那么这期视频也是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观看,喜欢我的视频也是一定要记得给我点赞点关注,那么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